三天半夜两名男子在路边想取车 但车灯亮了亮 他们却察觉有异状 过没多久 好几名远警赶到现场 发现车子轮胎消风 仔细一看 自己的宾室车居然 遭人开枪 白色车身出现一个洞 弹孔就在驾驶座的车门上 左前车轮破裂 车门和保险感 总共三枪 是谁这么大胆 报案前一个小时 这台车辆开车经过 警方查出副驾驶座的蔡庆嫌犯 朝车辆连开三枪 随后迅速离去 事件发生在6号清晨4点多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警方迅速锁定对象 在桃园逮人 我们发现歹徒对所发案的动机 见不吐实 这部分我们还要再厘清 他的所谓的发案的动机 警方将两名嫌犯移送 不过两个人被逮之后轻描淡写 警方怀疑案情并不单纯 疑似是不愿意攻出幕后主使者 但不管开枪原因为何 也让附近住户 报受惊吓 记者朋友的王云竹 台北采访报道